今天是2020年8月30号星期五 那么今天呢 过了以后 下一次我们见面就是9月份了 所以今天整个可以说8月份也圆满的结束了 圆满结束了 请你注意看一下我这边的测标 今天发出了第48个红包 再看一下这边的测标 凝聚涨停板赚了20%两波赚 Bingo 明天就礼拜六礼拜天了 所以明天礼拜六礼拜天 你们要花的钱 通通准备好了 这个礼拜通通让你们赚很多 不只是股票Bingo了 另外的东西Bingo更多了 对不对 好我们再开始看一个新闻 这则新闻对各位的观点一定有很大的帮助 来你看一下 传 苹果 苹果 回答考虑投资 投资什么 OpenAI估值 撂破1000亿美元 就是它会超过1000亿美元的 好了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新闻 大家也许对它会有点茫茫怂怂的 不知道干什么 OpenAI OpenAI就是什么 就是简单讲的智慧型 智慧型的机器人 也就是我们所称的一些 不用去看它了啊 OpenAI是挥达AI晶片的最大使用者 看到没有 那至今已运用了数万颗挥达晶片训练旗下先进的AI系统 苹果将拓展为商业化的服务 你只要看这一段就知道了 所以啊 我们讲白了 不管你任何一种科技 不管你任何一种医疗 不管你任何一种减肥食品什么保健食品 你干什么都一样的 到最后为止你要干什么 一定要商业化 对不对啊 那不是商业化你要干嘛 你在这里做的 这里在那个夏亚塔里面 这里做的好高好高兴的 哎呀这个东西就我懂 那全世界就你一个人懂 有什么用啊 没有办法创造利润嘛 没有办法创造出营收嘛 知道吧 所以今天AI的东西这么多会出来 科技最后一定是使用到哪里 人性 请你永远注意到 永远记好这句话 科技发展到最后 一定要符合人性的要求 人性 那每一个人都希望干什么 讲白了 每一个人都希望 make a money 对不对 讲白了就是这样子嘛 我就请问各位 哪一个人不要钱 我讲正当的钱啊 你抢的不能算啊 正当的钱 没有人不要的 只要有机会 大家都会赚钱 这个就是什么 人性 对不对 所以今天王总把这个视频讲 给各位听了 还不知道他重点吗 如果说你生产出一个产品 我刚讲的嘛 好 AI也好了 机器人也好了 open AI也好了 什么医疗保险也好了 什么都好了 都没关系 不能够应用的 都是个 屁 讲到现在还不懂吗 对不对 所以王总跟你讲的嘛 这个就叫做人性 人性就是要干嘛 赚钱 好了 最后啊 注意啊 这给你讲 open AI是回答 晶片的最大使用者 讲白了 这句话 这里跟你讲最大使用者 也就是什么 也就是我们在前三年前 我们所称的元宇宙了 现在知道了吧 通通实现了 一样一样的 不能实现了 在当初元宇宙出来的时候 每个人嘴巴都会讲 元宇宙 元宇宙 元宇宙是什么东西 没有人知道 王总今天都讲给你听了 就是open AI晶片的扩大运用 AR VR MR都是 好了 讲得很清楚了啊 所以我再三 跟各位强调一句话 不要一天但道听途说 不要一天但以讹传讹 现在知道了啊 再来呢 这几天王总一直告诉各位 一个新观念 我们台湾有一家 台湾股份有些公司 这个最大的股东谁 就是外资的 最大股东不能 这个地方应该要改一改啊 最大股东是外资 其实最大的老板就是外资 老板呢 老板呢 知道没有 那黑手我们在里面 当然有啊 你以为黑手吃素的 对不对 好了 那为什么他们会进到台湾 因为看好台湾的科技 这个没话讲 天天的跟你讲AI 对不对 看好台湾的产业 台湾的产业啊 不能够转型的 在前几年通通被淘汰了 通通被淘汰了 能够转型成功的 就已经成功了 开始发光发热了 那再来呢 台湾的投资环境非常好 台湾投资环境非常好 好了 这就是人家看好台湾啊 所以我说台湾股份有些公司 最大股东谁 外资外资外资 清楚了啊 好 我们现在开始看一档个股 叫做3362先进光 先进光 他今天创历史新高 看到没有 好奇怪哦 来打给你看 3362先进光 今天没有早停 但是呢 你看他创历史新高 这是日线 我们打月线给你看啊 月线 有没有创历史新高 有没有啊 有嘛 创历史新高啊 早上109年的时候 就有20块 20块 现在呢 跑到了200多块 快300块了 看到没有 200多块 快300块 我再说一下 在109年的时候 才20块 现在跑到296.5了 291块 看到没有 涨了10倍了 几年的时间 一年 两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看到了没 看到了 五年涨了10倍 你们每天都在讲 哎呀 我的股票涨一倍 我跟你看到 随便一打就涨10倍 这一打是我们的老朋友啊 我们玩的不想玩啊 是吧 不是说天天跟你玩 我今天是拿出来跟你讲一下 好 再看下一档 下一档啊 哎呦 这也是我们的老朋友 叫8105的邻居 你看一下邻居今天 我的妈呀 涨停满了 那么我就问你 邻居今天涨停速度很快啊 一下就上学 邻居涨停很快 你在这时候还在犹豫 不敢买 你在这时候一买 一从你去买 那肯定买到涨停板 那么我们呢 提前布局 我们根本都不担心 所以今天给你看啊 来来 我今天特别把吃的都给看了啊 8月8号 81050据 我说它是FOPLP股 对不对 我还告诉你 整理进尾声 这个地方我没有写 这个地方是我今天补上去的 我今天才公开 我们16.7到16.5进的 我现在跟你讲整理进尾声 我当然买啊 我当然买啊 要不然我跟你讲整理进尾声干嘛 对不对 那为什么我那时候不写 免得让大家知道 这就是会员跟观众的差异 好了 开始看下去 8月9号礼拜五 还有热身中了 涨到0.55 继续看下去啊 到了8月12号 8月12 我跟你讲 有波段涨势 有波段涨势 这样子 看到了没有 看到了 好了 8月20号礼拜二 又上去了 FOPLP股 18.75 涨到0.5 我说创短高了 看到没 看到了 好 再看今天8月30号 公号各位 81050去 输赞涨停板价19.95元 我们买赞16.7元 获利近20% 这是今年第48个红包 我都公开给你看了 对不对 好 看看 这个讯息 这个讯息 是我们所有会员都有的讯息 给你看 给你看 好了 再看 今天凝聚 8月30号 FOPLP 小巨人凝聚 凝聚 看到没有 今天涨停板了 20% 我们就在这里进的 我都公开给你看了嘛 公开给你看了嘛 我在那时候讲凝聚的时候 我还特别给你讲一件事 我说你们如果有机会走国道2号看一看 走国道2号看一看 国道2号 你就是在南北下的时候 往这个离开机场了 走过 它的右手边 原来那边有一个很大的厂 叫华印 结果现在那个华印厂全部倒闭了 对不起 东西巷 东西巷 跟这家东西巷的 那么 倒闭了 华印 华印的厂有多大 好大 华印倒闭的时候 股价剩多少钱 0.1元 没有人要 结果通通被谁 被凝聚吃下来了 你现在经过那边 你看看 那边的招牌已经换成凝聚 两个字 好大 那人家拿下的厂房干什么 要做FOP 要不然人家拿干什么 好了 都跟你讲了 所以今天 FOP 股 您去 礼拜五 涨停 创短高 看到没有 看到了 那么再告诉你 今天 今天我们获利就出一半 我直接讲给你听 获利出一半 我们还有一半干嘛 坐在轿上 等它上涨 现在知道了吗 好 所以凝聚 涨停 创短高 所以我们继续看下去 今天 看看 凝聚 2020年发出了48个大红包 这个红包就是凝聚 凝聚 凝聚 所以为什么我刚开始就公开告诉你 明天就礼拜六 礼拜天了 你们可以出去玩一玩 钱 凝聚帮你准备好了 你如果还有其他钱呢 当然了 这些衍生性商品 这一个礼拜都帮你赚得太多太多了 太丰富了 对不对 你们可以好好的出去玩一玩 同时我这边还必须稍微给各位提提 9月2号是鬼门关 不是鬼门开 鬼门关 也就是要鬼月结束了 那么鬼月结束以后 我来告诉你 有一个族群他一定会很亮眼 谁 银剑谷 银剑谷都已经在蠢蠢欲动了 我就顺便讲给你听好了 那银剑谷要买什么 跟着王同买嘛 不要乱买 好了 开始看大盘 前面不用看了 8月28日礼拜三 这样子 高姿态整理 对不对 对吧 好 8月29日礼拜四 就昨天 昨天盘中跌了359点 收盘跌了168点 我昨天解盘还特别告诉你 请你告诉我昨天有什么利空 没有一个讲得出来 没有一个讲得出来 哎呀 回答财报不如意其 胡说八道 我回答的财报比预期中好 美超为不好 美超为不好 跟其他股票有什么关系 胡说八道的 对不对 乱讲一通 日币升值 日币到新的位置还在升值 所以我一直跟你强调 不要四四而非 不要以额传额 那些 老咖讲的话 不要听了 好吧 告诉你 乌龙利空 好 结果你来看 8月29日礼拜四 我跟你讲 三度测试 两万两千点 手稳了没有 手稳啊 稳得好 稳得棒啊 稳得呱呱叫啊 来 看今天大盘 看今天王同的版训 今天 大盘已上到28点开出 今天盘是小高盘开出后 会先冲高过22310点 有没有过22310点 有 最高时候来到这里 再到22313 后来打下来 再拉上 再拉上 来到22342 好 看到啊 今天是随时盘 然后会拉回破开盘点 再拉伸 结果呢 接近开盘点 到这么为止 接近了开盘点 接近开盘点 我们开盘点早28点 这时候好像就早30点 还是31点 我看的数字忘掉了 尾盘有MNC 调整权重 要小心应对 讲得够不够清楚明白啊 够了嘛 对不对 那我们今天稍微看一下啊 今天尾盘呢 是爆了一个大量 来你注意看 这里 尾盘最后一盘的量 最后一盘的量 1169亿 看到没有 1169亿 那这个量呢 我可以告诉你 没有任何意义的 那今天呢 我就顺便讲一下 8月32日 礼拜五 MNC调整权重 你看了 我这里写的 都是下杀的 这边呢 都是拉的 所以简单讲 有杀有拉 拉杀什么 291啊 你看一下291啊 291啊 是不是杀 对 它的全职股啊 2330 有没有杀 有 好 再看再看 1303 1303 有没有杀 有 好 再看看6505 有没有杀 有 56.8杀到56.1 对不对 还在看2881 富邦金又杀 那么拉抬的呢 1216 拉抬 看到没 好 2880 拉抬 看到了啊 2882 国泰 国泰金 拉抬 好 2884 玉山金 拉抬 那2885 赵峰 元大金 拉抬 2886 赵峰金 拉抬 都看到了啊 好 所以尾盘严格讲究了 有拉 有杀 对我们整个指数的影响 并不太重要了 所以今天整体而言 量价是失真了 那失真怎么办呢 等一下 王瞳会在索码时间 会讲给各位听 那么在昨天 我索码里面 首先就讲了一档个股 叫做2330台积电 我公开讲 昨天 昨天台积电是进货盘 请你告诉我 今天台积电表现如何 一路是红盘 当然有黑一下了 黑一下 就这里黑一下了 一路是红盘 看到了没有 看到了 这个就是你要的东西嘛 难道你看到以后 哎呦 那怎么办呢 这有什么意义啊 王瞳是不是都提前告诉你的嘛 好了 我们再开始正式进入 会员的索码时间 你再注意看一下这边 至尊独具会演 周周赚大钱 今天发出了第48个大红包 是谁 邻居 刚刚给你看过了 邻居 20% 20% 礼拜六 礼拜天出去玩 邻居已经帮你买单了 最后 祝各位 明天 后天 休假愉快 我们下个礼拜一 再来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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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提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全身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华关投雇111 尽管投雇新次第015号